这个才18岁啊 我的天哪 02年的 嗨大家好 我是睡了个好觉 神清气爽的大橙子 现在我刚刚把车洗了个干净 这里有一个自助洗车的 搞了个咖啡 然后在这里稍微把车上的水晒一晒 晒干了以后就出发 我一直想买自喷漆 把这片给稍微补一下漆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啊 众所周知 前一天晚上 因为那个彻夜的摇滚月 搞得我基本上没有睡得特别好啊 昨天晚上临时找了个酒店 哦 美美的睡了一觉 早上起来 锻炼 再吃一个特别棒的自助早餐 然后洗个澡啊 现在就非常舒服的上路了 那今天要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边走边看 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方向是前往亚美尼亚跟格鲁吉亚的边境 出发 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这一大片陵园 这边都是亚美尼亚他们的战事的陵园 看到好多面孔都还是小孩儿 这边是16年的战争 然后今天他们这里还在搞祭奠活动吧 看这些少年 十几岁的少年 这边都是20年的了 你看好多都是小年轻哦 所以现在亚美尼亚他们男人严重不足 都在战场上消耗掉了 这里还在做采访 你看这个01年出生的19岁 这个是个老兵了 这个跟我还是同一年的 是不是 有个大跟字幕 verschiedenen 啊 啊 你Be NOT 我喜欢做采访 父亲 有 老兵 不 か !". 스크 你 好伤心哦 这个才18岁啊 我的天哪 02年的 走了 刚刚那些军人 主动过来跟我握手 每一个都握了 还有小孩也握了 他们给我说了他们的故事 虽然他们不会英语 断断续续的也知道 有些是他们的兄弟 有些是他们的子女 看着亲人离去还是很痛苦 最后他们也是对我表示了感谢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来 我说我只是路过这里 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他们对我表示了感谢 最后跟我说了一句 亚美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 好朋友 高一同 霍尼亚和中国父母 感谢 其实刚开始我还有点尴尬 有点不太好意思 因为这毕竟是人家的目的 我也不知道方不方便去拍什么的 后来那些军人看见我在这里 站了很久 就主动过来跟我搭话 估计他们也比较好奇 我一个老外在这里干什么 其实这里只是我开车偶然路过的一个地方 本来也没想停留 但是看到这个墓园特别大 而且上面还印了一张张的画像 那一瞬间我觉得蛮震撼的 其实很多时候像战争留下来的 一般都是什么死亡多少人 伤亡多少人 谁谁谁又占了什么城 谁谁谁又丢失了什么城 一直以来 给旁人的印象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 冷冰冰的数字 但是当你真正的看到每一个人鲜活的形象摆在墓碑上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 那一个个的数字的背后对应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他们的身后也有一个个真实的家庭 那些一个个的生命 你看最小的才18岁 18岁还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小孩 啥也不知道 这么美好的年纪就结束生命了 太可惜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的人失去了兄弟 有的人失去了儿子 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悲伤 尤其是那个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我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的难受 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那种绝望那种痛苦 也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我不想去评价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对谁错 因为战争的背后特别的复杂 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国籍不同 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 都会对一场战争有不同的解读 正所谓屁股决定的立场嘛 但是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 弱小的民族为了保卫自己 总是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亚美尼亚如此 一百年前的中国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和平的环境 还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经常在网上有些人天天叫嚣着 今天要灭了日本 明天又要灭了谁 在他们口中战争就跟儿戏一样 其实战争是很残酷的 你觉得轻松是因为那个死亡的数字背后 对应的那个家庭不是你的而已 当然毛主席也说过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在万不得已危及民族存亡的时候 该出手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出手的 但是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 看到逝去的那一张张的脸 我觉得太难了 能活着真好 在出国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自从疫情出来以后 中国迅速地把疫情控制住 那段时间我的自豪感膨胀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遇见每一个人我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跟他说 我是来自中国的 当他们问起中国的疫情怎么样的时候 我总是非常自豪地说 ZERO 没有了 在中国没有新冠了 他们都会睁大眼睛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完全不敢相信 我爱中国 这句话不是为了在视频前面作秀 是发自真心的 我爱我的国家 我清楚地知道 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经过这两年的一对比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优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 虽然现在的防疫政策导致我 有家难回 确实也蛮苦老的 但是我一向是以大局为重 跟我的朋友私下交谈的时候 我也经常表达我的观点就是 其实我是支持现在的抗疫政策的 我知道现在的封锁 对很多人来说都会很困难 我也相信在必要的时候 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以后 国家会逐步地开放 所以现在虽然我很困难 但是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支持的 我知道现在国内疫情又开始反弹了 我也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加油吧各位 一起加油 疫情上面大家都很难 国内的同胞很难 其实海外的同胞更难 我们只要团结一致 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是大橙子 拜拜 优优独播